我觉得这个案例就是说明如果是在两个月前 那它的行情和现在的行情它明显不一样了 现在也算是有议价的空间了 明白 所以问一下李先生吧 当然先举个例子吧 之前如果是两三个月之前 您能卖到96、97 现在目前是91万5还成交了 但是我又在想 那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房价它已经开始下降了 可以换种说法换种问法吧 李先生就是关于这个下降村是不会持续的准备 或者它在未来会不会再次下降呢 我认为这个价格也就是 你想一下来过后就马上有买盘出现 而且不是一个买盘 而且我们说了已经出现了第二个买家 那就说明这个价格 实际上大家买家他也在去衡量 我们sater也要去衡量 大家都要去衡量 美国的房子它是一个完全公开透明的 那么大家就会去做一个比较 比较过后性价比不错的 马上就有买家出手 那么说明这个能跌下去吗 跌不下去 我不认为就是能跌下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整档而已 像股市一样 它进入了一个平行线 上涨上去过后会在一个区间的整档 这个区间整档它都是正常的 不是代表房价就会马上下跌 我认为房价还是跌不下来 我还是坚持我的判断 房价要下跌 可能还要等个一到两年过后 所以您认为未来房价是在一到两年过后 可能会下跌 但是在一到两年 我们先说短期的 它这个并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是吧 我过来的判断是不会出现这种的大的趋势 所以现在的下跌也是因为 第一是房价还是维持在高点 第二个原因就是还是在于买房价来的小的竞争力不高了 所以它在调整的价格 是吗 对 市场在调整 也说急于出售的 那么它就要去降价 也是流位降价 也比以前搞很多 实际上 那么不急于出售的 它就 我就不卖了嘛 市场就会出现一个 一个互相的一个拉举状态 这就是一个大的别局 是的 那我问一下李先生吧 我们就不说这个短期 咱们说长期 就我们今天标题啊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那您认为啊 我们说一下五年 五年后的房子 是变成随便挑的一个状态呢 还是说是更买不起的 我们所谓的 我们先要看历史啊 就是说每个房子两次大的一个变动的一个历史 就是说在前两次的一个低点 一个是80年前后 8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低点 然后95年前后出现了一个低点 每一次低低点 80年那次低点到923年 形成一个高点的时候 那次房价是涨了 也是整理两到三倍 那么从95年这个低点到2006年的高点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数据 也是从低点到高点涨了两到三倍 那么跌的比较惨的 95年那次跌的幅度不是太大了 但是也有跌幅 跌的最惨的是2008年 2008年是真正的是百年不遇了 因为最高到最低跌到百分之流失都有 有部分区域啊 过别的区 当然现在已经全部涨起来了 像我们就是大罗斯沿基地区来说的话 房价变化波动最大的就是Riverside 我们在那边有很多的房子 我们上个礼拜前两天还撇了个房子 就是我们给客人 在黑米铁那个城市 这是一个老美城市 这个城市不是很富有 就是说他的家庭年中位数收入也就四万多美金 我们是在两年前给他买的一个房子 2400尺 买成29万 因为两年前的时候是他不是那么火了 当时就是也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 也是在冬天买的 这个房子29万是四万三二千四百尺 我们当时买过来是租了两千块钱好像是 现在涨到两千留了 我们最近放租是放到两千留 那么这个我们就去这个区的房子 他的实际当时2006年成交的时候 这个房子是在38万左右 最低跌到多少 跌到我看了一下15到16万 那么我们买的时候是29万买的 那么现在的市场价格在多少 现在市场价格因为在最高的时候 我们卖出了一个大概在41万 现在也维持在41万左右 那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历史这个涨幅 那次涨幅是多少 最低到最高涨了 从15万到现在恢复到40万 也就是比高点才高多少 高个百分之十多 二十的样子 那么就是你像2400次的房子 投多少钱 现在41万 你建国成本实际上都不够玩 现在你建得200块钱一次 你2400次房子随随便便也得48万50万 所以我认为那个区域的房子 还会持续上行的 那么就历史来看 我们就看未来 那么但是我们这是就是说 跌得比较凶的 那么再看耳湾 耳湾2009 2008年的时候跌得坦白说不是太狠 他大概耳湾大概跌个百分之30左右 但是耳湾涨得也少了 过去这像从2010年前 前后的第一位到现在涨多少 他耳湾涨就涨百分之留起始 没吧 听美人这语言 下个顺点 202 整个 诚